過年期間這個雙鐵是祭出了管制措施 現在雙鐵最快下週有可能就可以來飲食 那麼衛福部長陳時中就說明了 現在這個秋冬的防疫專案 將會一直持續到2月28號 那麼下週就是228連假了 目前正在討論中的松綁的新措施 包含了像是否開放外國人入境 還有是否開放雙鐵的飲食 還有自由做等等 那麼大家都知道現在外國人如果要入境的話 我們還是要減負這個PCR的陰性報告 至於像是台鐵還有高鐵 其實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是從2月1號開始就已經開始禁止飲食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如果搭乘台鐵或是高鐵的話 其實現在在列車上是不能夠來去吃東西 吃午餐或是吃便當 他們是表示說如果有非不得已的生理因素 像是喝水或者是吃藥還有哺乳等等的這些需求 就算是進行完了喝水還有這些動作 都還是要儘速的來佩戴口罩 所以在列車上如果您非不得已要吃東西 一樣吃完我們還是要迅速的來把口罩給戴上 不過現在在高鐵昨天是已經發出這個新聞稿了 高鐵表示2月16號到3月1號在228的廉價這一段日子 其實全車都還是仍舊維持對號座的 目前沒有考慮要開放自由座 不過同樣會加開了12班次的列車來供民眾 228連假輸運使用 那麼在2月21號的凌晨就會來開放購票 到時候也是要請民眾來把握時間 如果您連假期間有輸運失求的話 可以在2月21號凌晨上網來登入購票 那麼再來呢跟疫情相關 目前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終於要來復甦了嗎 那麼看到這個財信傳媒的董事長謝金河 他其實在臉書上就表示說 全球的疫情降溫將會衝擊我們的投資行為 但您分析從去年的1月23號 中國大陸武漢封城以來 其實這個新冠肺炎疫情 就是一直不斷的席捲全球至今 那麼可以看到是已經公佈的 在去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的國家當中 事實上是只有台灣 越南 還有中國 這三個國家是有正成長的 其實現在全球經濟都出現了負成長 那為了挽救經濟 其實世界各國政府都繃緊神經 包含像是有調降利息 還有印鈔等等的卯足全力要來挽救市場 那這樣的行為其實也創造了資本市場 從所未有的這個榮景 那麼台股來看看台灣 台股其實去年1月30號的時候 開紅盤就中錯 之後是一直跌到了3月中的指數 8523點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一路又大漲到了16517點 破了萬六大關 那麼今年的這個牛年更是開紅盤 台股大漲了559點 那這樣一路以來呢 其實這個謝金河他就分析了 我們從今年開始 因為疫情已經逐漸的穩定了 所以有可能我們的經濟渴望可以復甦 他表示如果疫苗施打有效的話 明年過年大家可以出國旅遊的話 疫情得到控制 那麼各國就會開始收緊這個銀根 開始來去從事一些金融的活動 那麼已經大漲的這個全球股市 可能下半年就會出現一次巨大的回檔 那麼他還甚至表示說 這個今年首季中國的成長率一定會出現兩位數的成長 而且那我們都知道 歐美在去年的第二季其實是最慘烈的 那麼上半年的各國經濟成長率 他預估都會是相當的耀眼 那麼股市呢可能是出現在這個高檔震盪 那麼接著呢這個疫情降溫也會讓很多在之前受到重傷害的產業翻身 大家都知道這個疫情真的是讓觀光產業的這些業者 真的是咬緊牙根的持續在苦撐 但是謝金河分析呢 因為現在疫情的時代已經逐漸的在緩解 再加上疫苗又已經製造出來 而且很多國家都已經開始來施打了 所以他預估呢像是這個航空公司 還有這個休閒度假飯店 包含餐飲業還有商務旅館等等 這個股價有可能會出現這個報復性的上漲 那麼這一年來呢漲幅驚人的個股也可能會出現壓力 還是要再次提醒投資人能繼續靜觀其變 切勿操之過急